好 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一天到晚会讲到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但是你知道他的母亲是谁吗 他的父亲大家比较熟 这个习仲勋也是大陆开国元老 但是这个母亲向来非常的低调 那央视大陆的官媒最近播出了六集的 这个纪念习近平王妇习仲勋的纪录片 非常特别在里面大家就看到了 习近平的妈妈叫齐欣 已经高龄97岁了 在里面露面接受了访问 这过去来讲是极其罕见 很难看到大陆领导人的母亲公开谈话 那这个齐欣说呢 他当然是帮这个丈夫讲话 说习仲勋参加革命的时候 不以干部自居 普通群众等等之类的 毛泽东就赞美习仲勋是说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然后要求家人勤俭节约 不要搞特殊 不要耍特权不图享受 当然就把这个位置拉得很高 那我问一下这个丽将军你怎么看待 在这个时候就是习近平的第三任 播出这个影片你觉得呢 其实我们先不要去论说政治的话题 我们就纯粹讲说家庭的教养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说你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能够这一个家庭能够培养出来一个中国那么大一个领导人 其实确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这要回到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伦理 对不对 子不交父之过 交不严 对我打个掌 大家看到很多中间的这些画面 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的一些老照片 那也包括有这个习近平啊 彭丽媛啊 跟这个父母的合照 当时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年轻 所以说我们讲了嘛 《三字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嘛 子不交父之过 交不严 势之舵 但是现在来讲 他当年我想说他看到他父亲那个样子 是很接近群众的 那对习近平一定有相当影响 我自己看有时候习近平他去这个农村 跟那些农民之间互动的动作很自然 做得很亲切 那跟我们台湾的有些领导人都不太一样 他那种亲切是发自于自然的亲切 就觉得用一些他们这个乡亲讲的话或干嘛 我们套句台湾我们常讲的话就是 他跟他们这些人互动的动作很接地气 那我在想说这一定是受到他父母心的骄傲结果 对 当然这个齐心过去 我想大家都很陌生 那更不要说公开谈话了 在大陆我们看到他向来的这个体制当中 比较缺少这一块就是领导人的家人的部分 所以来我们先播出这个齐心的这个访问 来听听他说些什么 他自己讲 我不就是个好父亲 而且是个好账户 对孩子们是要求呢 不能翘尾巴 干不此地又要干 这世人很讨厌的 再一个呢 比职务 比父亲的职务拿高低 把这些人都翘尾巴 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排位后排的一排就行 说媳妇总理的夫人怎么穿那么丑固 我回去把这话给她说了 我说人家说我穿衣服特图 图比也好 他那不计较这个 他不计较我计较什么呢 对我的要求呢就是工作好 学习好 一些事情都处理好 那对我们来讲 实是名言 可以当时说有名 你知道现在这么多人 明会是越想越甚 而且传承下去 后来都有用 好 第一个视觉印象 大家觉得这个习近平主席 跟妈妈好像 对 真的很像 97岁 你看这个口齿 这个论述头脑好清楚 其实这个赤城 是六集的纪录片 那因为是他的父亲 习仲勋110周年的诞辰 所以当然 这当事人还活着 当然要来访问他 不过他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了 就是勤俭节约 那以身作折 那很强调跟群众要走在一起 那事实上这些 大概也体现在习近平身上 事实上他是吃过苦的 大家都知道 对 吃过苦 所以 不啦 我觉得就是 不简单啊 就是这样的领导人的母亲 那生活低调成这个样子 低调 而且他说土 可是这个讲话很平实 对 非常平实 然后你看年纪这么大 但是当然这个是 看起来建康是照顾的相当不错 所以头脑也好清楚 这个讲话有条部分 而且口齿非常的清楚 委员 我印象中他有一个故事 而且是真的 就是这个他们家在文革 被破坏的时候 牛肉四方 你就说这个时候 作为一个妈妈是多艰困的 然后他不拒一切 他老公也被打落到那种 等于像监狱一样的环境里面 然后他一个女人 在那种困苦的环境里面 还能够要求儿女要随时读书 而且还要求得挺严格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习近平妈妈 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另外一个当习近平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的时候 那就是等于是国家副主席 准备接班那个观念的时候 他就直接了当 把两个女儿找来 从此又不准在大陆做生意 只能到海外去 就直接了当做一个妈妈 直接下令 然后习近平的弟弟 就只准许在慈善机构做事 不准在商业界做事 因为他的这个女儿可以 远嫁塌方 儿子就乖乖待在国内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说 其心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妈妈 那习仲勋当然在习近平 这个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 在海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大陆里面 在共产党里面 他的威望相当的高 因为他是毛泽东 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后 跑到陕北 当时在陕北 唯一存在的游击队 领头人之一 就是习仲勋 那时候才十几岁 所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 是有那种高度象征性的人物 再加上他的作风 符合他们所谓理想中 共产党的规格 但是当然因为他不经营派系 不懂得拍马屁 所以在这个红色官场上面 有一段时间是挺吃亏的 因为你知道吗 那一段时间马屁当道 文革前后是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很不容易 最后这个在这个 他有做下什么因就成什么果 当时他们在选择未来接班的人的时候 他们的中共中央的中央委员会 委员货补委员加老干部在投票 要选习近平当接班人 还是李克强当接班人 那一次投票 习近平以极大悬殊的票数 赢过了李克强 所以因此才被定为未来的接班人 那这个东西一定在爸爸 扑下来的这些缘分有关 另外有一个想要争夺的是谁 想要争夺的一个姓博 薄熙来 那薄熙来留下一个很糟糕的记录 所以共产党的这些中央委员会里面 就直接了当把他挂点就拍掉 因为在文革的时候 他起来斗争他爸爸 斗争搏一波 所以这个就犯了大忌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一个家庭文化 即使在共产党那个环境里面 他们还是认为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所以齐心在这里面 发挥了很强大的功用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